很糟糕 應該是 網路 突然斷掉了 剛剛應該是我不確定是網路的問題還是FB的問題 因為剛剛我又重新在直播的時候又跳掉了 那我想現在應該現在進來的應該就有看到了 所以我在這邊在講因為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其實重點都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重點都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所以 我們就是 再繼續開直播再繼續開就是我們把最後面做一個Ending 那無論如何我就跟各位講 今天 你不要 你不要任意的拿 把每一支筆都拿來可以當 雙面間寫 因為 只要這支鋼筆能夠被雙面寫 一定是他有被處理過 一定是他有被處理過 那如果今天你剛好拿到一支筆 剛好就可以雙面寫 那我就說你恭喜你 因為確實有有這個可能性 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還是要講就是 反寫 反反過來寫 即便 那個一點剛好反寫的那個位置是滑 或是滑 假設他是 天然滑 他是天然滑 但是通常你也會碰到 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出水會變小的問題 出水會變小的問題 所以 我還是要奉勸各位 當你在進行反寫的場合的時候 你請你 做到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 不要壓 不要壓 因為我就剛剛講了嘛 劍片只要一壓那個 筆縫一密 水就變小 第二個 去 看一下他的血面的位置在哪裡 血面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 筆尖 接觸紫章的那個點 越小 在相同的壓力下 你那個接紫面的面積越小 受力的程度就越大 那就有可能對筆尖的 變形 產生更明顯的影響 這樣各位聽得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說今天你要反面寫的時候 先看一下他的甜蜜點在哪裡 然後再針對那個甜蜜點去寫 然後輕輕的寫不需要去壓他 那你就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穩定的出水效果 這樣各位了不了解 所以我們在使用鋼筆 講白了啦 今天我們在玩鋼筆的人 就是在跟 就是隨時隨地都在控水啦 就跟你今天開了一台車 想要出去跟人家撇車的時候 永遠要注意的就是控油啦 油門控油 怎麼樣控油 轉彎才是最快的 寫鋼筆也一樣 你在用鋼筆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 施加那個壓力 來達到控水的效果 然後來產生不同的書寫特性 這樣各位了解嗎 這跟玩那個 用那個原子筆有沒有 用原子筆來寫那個 寫那個說法字是類似的意思 輕輕寫就是 油跟那 油跟那絲的 比較大力的 整個那個 原子筆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球啊 整個貼下紙的時候就達到他最初的那個筆畫 然後利用這個 輕手跟重手 去控制出筆那個筆畫的差異 這個就是 這個目的 所以 我希望今天的 今天的直播 大家對於 鋼筆能不能反